大家好,我是死佬 死佬,今天我們來打機機 我們回來找一盒牛奶 上一集我們過了草莓牛奶 繼續回到純牛奶的劇情 咖啡奶留在最後 咖啡加奶應該不是喝 草莓牛奶也是這樣的顏色 純牛奶折開又會是什麼顏色呢? 青豬當然是純牛奶 會怎樣?會有什麼人在這裡? 雷雷,咦!一樣的 第一天都是醒黎 醒黎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第二張有沒有分別呢? 咖啡,換了雷雷 皮膚白一點,好像真的 黃色頭髮,藍色衣服 嗯,但是不太喜歡這些 活潑的太多的類型 我覺得 李香來 醒了啦,哥哥 醒了啦 醒了啦 你是誰? 又認親認識 嗯? 哥哥 怎麼樣啊? 什麼怎麼樣啊? 這裡是哪裡啊? 你是誰啊? 我什麼都想不起你 轉一下口味 什麼都想不起我 蛤? 難道是失憶? 為什麼呢? 哥哥 難道你把我的事 全部都忘記了? 不只是你的事 我自己的事也是 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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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傻瓜哥哥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什麼叫為什麼會這樣呢? 失憶咯 不被人發生意外的 真的嗎? 是真的嗎? 哥哥 自己的事 我的事 都想不起你嗎? 很明顯 對嗎? 哥哥的名字 是冠太郎 我的名字 是李香內 李香內 醇牛奶 家裡 哈哈 你這樣形容 哥哥 家裡 丁 死宅 屍老族 網友 廢人 什麼都不認識的哥哥 最喜愛的妹妹 我不會啦 我不相信我會 我比較這樣的 我還會是最喜愛的 我還會是一個妹控 我不會啦 我告訴你 有這樣的妹妹 我不會是妹控 為什麼會不記得呢? 金盟的妹妹 特意來探望你 稍微開心一點 這個 有沒有想起什麼 沒有 好吵的妹妹 我也說 吵? 面對妹妹的時候 說一些東西真的好嗎? 哥哥 哥哥是被一輛車撞到 真的一點都不記得嗎? 完全不記得 好想是我第一個發現哥哥 哥哥看上去好像死了一樣 真的? 第一個發現是哥哥 有沒有搞錯? 因為我馬上叫救護車 說 說 說成救你一命 都一點都不誇張 說一聲多謝 怎麼樣 OK 多謝 給你 真的? 哥哥很笨 我不在這裡的時候 你飯都吃不到 你飯都不吃 你飯都不吃 他這麼大個人 還不願意一個人洗澡 因為土耳不能跟我一起洗澡 就一直在發脾氣 嘩!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沒有理由 我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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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特意和妹妹洗澡 你笑個這麼醜樣的妹妹 嘩! 這都是開玩笑的 哥哥的臉色看來像當真 喔! 開玩笑的也好一點 欸! 開玩笑的 真是很... 玩你的 真是很對不起啊 哥哥 我們是兄妹來的嘛 所以拜託 讓我們兩個好好相處吧 突然間這樣 究竟她是什麼態度呢? 那個什麼性格呢? 不可能 成為好朋友 兄妹 兩個都... 兩個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成為好朋友 你是不是真的是我妹妹啊? 不可能 喔! 這樣啊? 嘩! 哥哥累的話 就不要勉強了 我不累啊我 我要先回去 這櫃裡面 放著一些熟牛奶 慢慢喝吧 哼! 我不會再喝你的東西的了 說我死渣 說我... 說我... 說我洩魯族 這樣的話 明天就來看你 有沒有什麼要買的? 嗯... 我買一部PS4回來 SWITCH都可以 嗯... 就是... 嗯... 那就是... 有都不用買過來啦 喔! 好啦! 拜拜! 你根本就不用買啦 你根本就... 不要裝好不好 自稱為... 你香內純牛奶的女生回去了 她好像是我的妹妹 看上去 她明天都會來看我 整天都掛著 每一次... 每一次有條新女生在這裡 她就會想明天見一次面 那想怎樣呢? 你不可以這樣的啊! 你... 黏花野草啊! 你主角的性格都真的差一點點啊! 好啦! 我想應該都是在門口的啦 看樣子 全國通用點 兔兔寫一寫一寫 先 看那些熟牛奶裡面 有沒有塞了一張紙 咦! 真的有啊! 有存款卡和印象 怎麼會有這樣的東西 好像有... 二億日元 是我的錢來的 被誰知道那一刻就麻煩了 要好好地放好她才行 OK! 看來我們這次不同了啊! 我們... 我們的劇情沒有了啊... 啊... 啊... 糟了! 突然間她死了 我連她的名字都忘記了 算了 可可牛奶 咦! 有得選的啊! 我有什麼技能啊! 摩屎 激怒 又說收藏了一些隨身物品呢? 印章那些都去哪裡了 你放了它 黑衣、黑褲 全部脫掉 衣服這些東西不需要 作為一個病人傳我上色啊! 好! 睡覺! 看來這次的劇情走向有點不同啊! 輕妹金錢上面的來往 嗯... 不過如果根據下一集的套路 這一集我們的... 失憶都是因為妹妹 出行 第二人 怎麼樣?妹妹? 你有沒有買牛奶給我喝啊? 早上喝牛奶好一點啊! 好一點啊! Yowhee! 愁瓜哥哥! 最愛你的妹妹又來到了啦! 嘻! 是嗎? 哥哥... 難道是哭啊? 沒有啊! 好地地幹嘛哭啊! 哈哈! 嗯... 是因為覺得寂寞啊! 是不是啊? 嗯... 不是啊! 好地地! 別亂鬱我哭啊! 男人老狗哭什麼! 哦... 不是啊! 真的挺意外啊! 有什麼這麼意外呢? 純牛奶 有沒有好好喝啊? 我用很... 我用很少的零用錢買回來的 而已 不要丟啊! 嘻! 好折見啊你! 哦! 還回一點點啊! 那我不客氣啦! 你... 你... 你又喝完啊? 嗯... 果然這個... 蜜糖風味好喝到受不住啊? 喂! 好喝到不得了啊! 哥哥姐這些這麼好喝的東西 浪費了啦! 會不會是這樣啊? 哦! 對了! 哥哥! 想不想去外面看看啊! 又出去外面! 嗯... 去哪裡啊? 好地地! 換一下氣氛咯! 一直混在屋裡 心情都會低落的啦! 好啦! 那去吧! 又去花園是不是? 然後又有衣服想買是不是? 是不是也是這樣? 咦! 不是啊! 這次是另一個地方來的! 哦! 真的好天氣啊! 你看一下! 哥哥! 稍微振作一些精神啦! 還有... 還有... 想起些什麼啊? 想起些什麼? 嗯... 完全沒有啊! 哼! 我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想跟他... 嘖! 他那種氣氛呢! 令我很討厭啊! 那種講話方式 總是怪怪的啊! 嘖! 有點自以為是啊! 嘖! 這個... 都不用急的! 慢慢回憶就可以了! 嗯! 是的! 哥哥啊! 我呢! 做什麼啊! 又想買什麼啊! 不希望... 哥哥回憶回來 有點新鮮 跟這樣的哥哥說話 說笑的啊! 經常說笑! 我們呢... 之前的關係不太好 真的... 沒什麼兩句的 但是呢... 哥哥失了憶之後 有了一個這樣的機會 所以說... 所以就... 說這些咯! 我想跟哥哥好好相處啊! 竟然... 好好地...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侯著我的意義? 我很大機會 我覺得他是侯著我的意義咯! 跟哥哥改變關係 能夠一起聊天真是好啊! 我... 對哥哥... 哥哥... 最喜歡啦! 竟然... 好地地! 好明顯你剛剛還在那... 說我是死宅 又說我是肆老族 還說好喜歡 好明顯就不是啦! 嗯... 這個女兒相當有可疑 哼! 心動啊! 心動啊! 你的聲頭對著你會心動 心動啦! 不是啦! 現在的心跳得好厲害啦! 哼! 一直在動 心裡一直在動 沒有什麼啊! 哈哈! 沒有什麼啊! 哥哥果然... 氣龍一下的話 真是很有趣啊! 所以說... 就算沒有了記憶也是 這是哥哥的習慣 什麼習慣啊? 我肚餓啦! 你肚餓就自己要叫飯吃咯! 哥哥不肚餓嗎? 我... 早上開始就還沒吃過東西了 那就吃東西咯! 買了給我吃咯! 哥哥是不是吃飯啊? 我快餓死啦! 哥哥! 不請我吃一些好吃的東西不行啊! 又屈我錢啊! 一個二個掛著屈我錢! 買東西又屈我錢! 吃東西又屈我錢! 可不可以啊? 為了可愛的妹妹? 不可以! NO! 好! 小氣櫃! 吹咩? 喝牛奶啦! 小氣櫃好多啊! 你先喝光吧! 哼! 最後我們也是一起吃飯了 好可惜 我是改變不了這個故事 我們一起吃了個飯 當然啦! 有你鄉內喜歡的拉麵 在我失去記憶之前 所謂冷淡的關係 也朝著好的方向正戰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一直都注視著 你鄉內的笑容 煤熊 一個失憶我就變了煤熊了 真可憐 不要這樣 好啦! 看看今天會有什麼呢? 牛奶裡面 會不會有什麼在這裡? 沒有啊! 衣櫃呢? 都沒有? 難道在門那裡? 走廊都沒有 有個名牌 冠太郎 竟然沒有東西在這裡? 沒有理由的 外面下著雨 時鐘 椅 你鄉內坐在這裡 咦? 椅的下面 有一張筆記掉下來 讀一讀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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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要遭受到這些? 對個人犯的罪 為什麼會變成我的錯? 瘋的! 這個世界瘋的! OK 是誰的筆記呢? 以防萬一還是先收起來 很明顯就是你鄉內的 哪人比你還淡? 好 瘋的! 這個世界 別人犯過的罪 為什麼要我來承擔 是什麼呢? 這個 好迷啊 這件事 好像沒有上一集那麼實感 三個題目都是沒有變 又來猜疑 又是愉快 又變成不愉快 是不是呢? 發生什麼事? 阿妹又來探望我 嗨 哥哥很精神 當然 我還是好像之前那樣 精神把滿 就只是一直肚餓 經常關著吃 肚餓啦 那你想怎樣? 哥哥 你不可以不要擺出這些失落表情 所以說 我覺得哥哥笑起來比較可愛 是不是? 哥哥是男生女相 比隔壁的女人更加像女人 那你想怎樣? 我不會穿回你的裙子給你 那回頭 有沒有女朋友? 有啊 他叫... 聰明牛奶 我新式的 他跟你一樣也是每天來探望我 不過你們好幸運 那些時間是永遠碰巧 見不到面 真的有點可惜 下次帶你去見一下他 我對這一方面 從來都沒有問過 嗯 有啊 嘻 嘻 真的? 蛤 比這個 還有更加重要的事 完全忽視了我 一說完 有的 真的 這個死宅都會有女朋友 有沒有可能啊 他就是這樣的狀態 麻煩 我今天來 是有件事要跟哥哥說的 可不可以跟可愛的妹妹 排休解爛 可不可以露出一些高興一些的表情呢 什麼事呢 你想怎樣呢 請說 好地地 你不是跟我說你欠人錢啊 這個 哥哥 認真地聊一下吧 好地聊吧 我非常想去那一間很好的學校 是啊 就是天才聚集的那個地方 我亦都想過 這樣的話 我可以不可以呢 即使是這樣 我也是鼓勵自己 我也是非常聰明 我也是非常聰明 而且也努力學習的 那你想怎樣 這樣的話 爸爸都 媽媽都 肯定會很高興的 去咯 喜歡就去咯 自己付錢而已 你不是想在我的2億那裏拿嗎 之後 就是關於錢的問題 因為哥哥在管理中 我沒辦法 哦 終於露出真面目了 終於到 我沒辦法自由地使用 托你的福 我每天都餓肚的 嘩嘩嘩 有骨了 有骨了 我覺得 我應該有這些權利 想和哥哥 聊一下 好 可以嗎 需要多少錢交出來 我不相信我這個 我不覺得要這個 我不覺得 需要多少錢給你 真的 哥哥 多謝你啊 哥哥果然是值得信賴的人 依靠好不好 自然吧 我啊 將來絕對要成為大人物 為了幫助哥哥 好期待啊 即是他要多少錢 我想問一下 到尾都沒有說過 金牙是多少 你要多少 嘩 靜了 嘩 好衰咯 我都說的啦 從那天之後 李香奈就沒有來再看過我了 每一天 每一天 我都等著李香奈 但是李香奈沒有來到 我很擔心李香奈 是否遇到什麼事故呢 還是被捲入了什麼事裡 我沒有辦法等下去了 我再沒有辦法等下去 我跑出了醫院 我拼命地尋找李香奈的下落 怎麼找都找不到 沒多久 我調查了一下戶籍和家族 為什麼會這樣的 我沒有妹妹的 我家人 只有死了的父母 那妹妹是誰啊 那妹妹是誰啊 一直都是被騙啊 我們啊 等一下 先收拾一下 她拿了多少錢啊 我問她要的錢 我直接給了她 我直接已經沒有印章了 咦 有些東西啊 外套的口袋裡面有個筆記 看看先 今天媽媽死了 我終於成了孤單的一人 有錢爸爸留給我 暫時沒什麼問題 同時沒辦法不一個人生活下去 很寂寞 但是這些日子總是會來 我是早就知道 嗯 文章裡面值得注意的地方很多 這個是失去記憶之前我寫的東西 我寫的東西嗎 應該不是吧 我覺得應該是你 這個可能是我寫的 這個可能是你向內寫的 我也是你向內寫的 第一篇 第二篇 我都覺得應該是你向內寫的 如果根據她剛剛說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死宅的話 我應該不會有這些 但很少一個這麼有型的死宅 而且既然過了這麼多天 都沒事發生 第四天 吃牛奶 但是 終於都見真正了 這個是數個月之後發生的事 我在街上 找到李香來 好不猶豫地追上去 我硬 抓住李香來的手 很好 還是要去看 那裏 我看過了 你應該會看過 我看過了 你不太會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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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啦 現在我好沒人啊 蛤 什麼啊 妹妹 你不是想多了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白癡來的 你呀 還沒睡醒還是怎樣 變身了變身了變身了 謀了我一點點錢 幸好不是給她圖章 我呀 怎麼可能是你妹妹呀 發什麼呆呀 真是很噁心啊 學校 肯定是說謊的啦 我呢 只是想要你的錢而已 被車撞到的是你 即使有錢 又是獨生的 而且還喪失記憶 之後第一個發現者是我 這樣呢 就是說 扮成你的妹妹可以騙到很多錢 也應該是很容易的啦 這樣的話 並不是一件 我相當專長的事嗎 專長的事嗎 看電視這樣說 輕言而舉就被人騙了 哈哈哈哈 騙人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呢 邪惡的 我亦都覺得好像在做夢一樣 這麼簡單就把一個人騙到 意外地很順利 哼 被騙的一方 都是有錯的 我以前同樣都被人騙過 這種感覺我很了解 什麼呀 你這個樣子 一副受害者的樣子 你是不是想死呀 什麼什麼什麼 不想 想 少少東西很難想死呀 大佬 我不想 老 不想 我想你還給我一次 啊 這樣啊 這個 因為真的很噁心 不要讓我再見到你了 好不好 而且 這一副是什麼味來的 你有沒有好好沖過糧呀 嘩 還說我臭了 你這個鬼 快點給我錢 事先聲明 得到的東西 是不會還的 因為 這些是送給我的 不是嗎 我借到是我的本事 你不是想要我還嗎 是你自己決定送給我的 不是嗎 給別人錢的時候 有沒有好好地想過呀 這就是一次的教訓 好不好 你 因為你自己的變成這樣 我也都遇到很大的問題 知不知道 我呀 因為爸爸欠債的關係 開展了非常厲害的人生 超麻煩那隻呀 又不是我欠人錢 為什麼要遭受到這些事情 我都想知道 所以呢 誰都可能受到這些痛苦的啦 社會不是就是這樣嗎 是不是呀 啊 我單純 只是想要錢 因為要一個人生活下去 冠太郎呀 是不是呀 男人的話 就是一分錢都沒有 也有辦法搞得定的啦 OK 這個 現在有些精神味呀 傻瓜先生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相安無事的樣子 你向內走了 我還在發牛鬥 一直都站在那裡 明明 被說這麼過份的說話 明明是被騙走了些錢 我只能夠看著你向內的背影 我只能夠看著你向內的背影 我還在那裡相信著你向內 相信著 你向內 已經不會再回來 明明已經不會再叫哥哥 怕你做什麼呀 傻瓜哥哥 不在前面的話 是會很危險的 什麼事呀 你向內這樣對我戚察著 做什麼 我只是 一直向前走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被車撞 被車撞 我被車撞到 蛤 這樣 聽到警笛的聲音 咳 又來 無限率啊 每日都 True End 這個世界前 我想應該是在這裡 是一個分歧點 之前這樣 之前我選了不想死 如果我選了想死 會怎樣 我親愛的妹妹還要騙我 我真的頂不住了 我想死 會激發她的什麼呢 同情心 我想她應該沒有 之前她 都有一些東西 但是 她應該不會有 她已經喪失了 那就去死吧 蛤 很難打 這個時候 我的身體裡面 好像有些什麼破碎了 我 將你向內 推到馬路那裡 蛤 死了你 騙我的錢 棒 我 你向內 被車剪過了 死了 我 將你向內 殺死了 就是這樣啊 嘩 水牛奶這個N呢 我不是嚇死我 我 等清醒了之後 我 開始逃走 不想被懷疑 有目擊者的話 就麻煩 如果有目擊者的話 就殺了她 裡面想著這些事 我裡面不斷跑 不知道跑了多久 但是我的腳 停不下來 被助走 眼前 出現了一道 令人頭暈的光 燈的燈光 不是 車的燈光 我真是愚蠢 一定是 在喪失記憶之前 真是這麼愚蠢 我是這樣想著 完 我不是啊 有 他每一次 不知為什麼呢 玩成牛奶這個章節 他撈很久 我每一節都會 怎麼這麼久 地鄉內 對不起 現在 我都要去那邊 是不是地獄啊 還是哪裡 一齊 back end 不是啊 這個end 相比 相比 草莓牛奶 這兩個end 我覺得正常一點 只是一個普通的 騙財案件的 發酵版本 阿妹 阿妹 沒得再妹 的時候 終於都出事了 好了 那我們 純牛奶呢 就玩到這裡 沒什麼驚喜 我覺得 某程度上 比起 草莓牛奶 期待 咖啡牛奶 會給我們什麼 那我們 下集回來繼續 各位 拜拜